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明星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现在娱乐圈里有不少有背景 有资本的富二代想要从中分一杯羹 不管他的演技如何,口碑如何 都会给观众一种很别扭的感觉 因为富二代在娱乐圈打工就好像随便玩玩而已 就像那句名言所说 他们如果不好好工作 就要回去继承家业 所以大部分观众对于富二代进入娱乐圈 都会有一种抵触心理 可知道我们看到正式接手家族企业的富佳女 在七年内接连亏损三十二以后 才明白原来有些富二代进入娱乐圈 才是真的深魔远虑 姚安娜被质疑代资禁足 因为最近一部热播电影而频频登上热搜的姚安娜 大家肯定都有所耳闻 在电影《列宾》中姚安娜首次挑战女主戏 出演一位正义凛然的女警 也不知道是大家对于她的期待太高 还是她的演技确实有带磨练 电影播出之后姚安娜所饰演的女主争议很大 虽然女警本身的风格就是不苟言笑 在工作中非常认真演起 但是姚安娜面谈时的演技还是引起了许多观众的不满 一个人物本身是有内心活动的 这样才是一个立体 完整的形象 但是姚安娜的表演丝毫没有表现出这一点 就好像女警依然是一个平面人物 毫无情感和性格 这样木讷的演技在之前的很多作品中也出现过 毕竟这是姚安娜第一次挑战女主戏 表演成这样倒也有所解释 所以有一部分网友也认为她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没必要要求这么严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只不过对比之下有些优劣势就难以忽略了 在电影《猎兵》中 与姚安娜搭队首戏的是著名演员张颂文 在张颂文的对比下 姚安娜的演技劣势尤为突出 甚至让观众纷纷感慨 只要姚安娜一出场就让人不自觉地跳戏 即便是剧本设计的再好 女主如果表现不出剧本当中的人物特点 还是会让这部戏显得有所偏离 而且每一次男女主搭队首戏的时候 无论张颂文怎样表达出饱满的情感 姚安娜都有一种接不住戏的感觉 久而久之 就会让观众对这部戏产生倦怠感 会觉得整个故事线并不通顺 随着电影的宣传和热播 越来越多的负面评价集中在一段时间奔涌而来 也让大家对姚安娜的质疑越来越多 总觉得一个导演选演员肯定是有所标准的 之所以姚安娜能出演这部电影 肯定是凭借着自己不凡的实力带资进组 不然以她的表演经历和口碑 怎么可能从众多实力派演员中脱颖而出 抢下这次与张颂文搭戏的机会 一旦有所猜测 疯狂的言语攻击只会越来越多 很快姚安娜和猎兵剧组的导演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大家都觉得两人之间一定是有什么不公平的交易 才让这部并不完善的电影诞生 原来都是人愤使然 眼看着造谣的声音越来越多 猎兵剧组如果再沉默下去 只会让事情演变得更加恶劣 所以导演很快发布了声明 证明自己选角的眼光和心路历程 同时也表达出十分的歉意 因为自己工作的失误 让这部电影没有达到观众心里的预期 但这和所谓的带资金组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首先猎兵的导演说 这部电影是他这么多年来拍的最穷的一部作品 从剧本成型到拉投资 各个环节都要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直到最后开始拍摄也没有多么丰厚的资金 之所以能拉到张颂文出演男主 也是因为在这部戏开拍的时候 张颂文的口碑还没有大爆 也就是那不令人惊叹的狂飙还没有播出 所以导演算是捡了个篓 在张颂文口碑逆转之前就签下了他 而姚安娜能出演女主就更加是缘分使然了 虽然男主的演员是定下了 但在这样一部特殊的剧本中 女主的形象一直是最难确定的 而且在众多演员当中 想要找出一个能饰演这种感觉 还让观众有所共鸣的女演员就更加艰难了 所以在选角期间剧组上上下下都非常焦虑 就在这个时候 姚安娜拿着自己的简历主动找到了导演 没有所谓的代字禁足 也没有所谓的不公平交易 只是简简单单地拿着简历向导演推荐自己 姚安娜也知道以自己的表演经历出演女主是不够格的 但是出于对这部作品的喜爱 也出于自己对工作的热爱 她还是想要为这个角色争取一把 导演混迹娱乐圈这么多年 当然知道姚安娜是谁 所以在收到她的邀约时内心也不平静 甚至可以说早就有所猜测 可没想到赋约之后 姚安娜表现出的只有十足的诚意 并没有导演想象中的那些富二代甲子 再加上姚安娜本身的长相就偏清了 这与剧本中的女主角不谋而合 对于她来说现在的表演经历确实很少 但是与之相对的就是观众对姚安娜的印象并不深刻 她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和可塑性 因为当观众对一个演员没有固定认知的时候 这个演员才能创造出无限可能 一旦观众的认知形成了 演员即便是演技再好 只能在固定的范围中有所突破 出于这样的看法 导演当即就敲定了让姚安娜出演这部电影的女主 当然导演内心也明白自己在拍摄过程中要更加认真 和剧组所有工作人员一起配合 才能将这部电影如愿地搬上大荧幕 富二代只是一个标签 有了导演的身先氏族 后来更多的剧组工作人员也纷纷出面爆料 说姚安娜虽然演技有所欺缺 但是在剧组的付出和努力都被大家看在眼里 合作了这么长时间 对她的人品可以说有所了解 和大部分网友口中的富二代形象大相径庭 反而很多有威胁系数的对手系也亲力亲为 坚决不请替身 就连搭戏的男姐有的时候都跑不过姚安娜 这样拼命三娘的个性让大家对姚安娜纷纷改观 总觉得她和一般的富二代都不一样 更何况她的学习态度还非常诚恳 或许是知道自己的演技还有待提高 在导演一次次不满意拍摄效果时 姚安娜也毫无怨言 反倒是对剧组的工作人员表达歉意 不厌其烦地演了一遍又一遍 按照导演的指导注意人物细节 指导拍摄的效果让大部分人满意才完美收工 毕竟姚安娜不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 所以她的表演实力确实可圈可点 好在演员自身的态度是认真的 只要肯努力 愿意听取别人的建议 她之后就一定会有所进步 在姚安娜的身上 富二代仿佛只是一种标签 而且这个标签的好坏定义还未明朗 她身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小女儿 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拥有让无数人羡慕的生活 锦衣玉石的条件让她根本不用为这些金钱而努力 但也因为这样 她踏上演艺圈才是真正的竹梦 在大家还在感慨娱乐圈片丑可观时 姚安娜只是为了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事业 对她来说之前饰演的一些角色都是不大不小的配角 不仅没有在作品中出彩 就连拿到的薪资也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或许连她一身名牌都买不起 可即便是这样 姚安娜还是勤勤恳恳地在娱乐圈工作 只要有自己喜欢的角色都会去努力争取 能做到这一点就证明 姚安娜已经比很多好吃懒做的富二代要强了 她自己本身也是哈佛毕业的高材生 可是反观起那些能力不足 还硬要继承家业的富家女来说 姚安娜则更有自己的想法 她很尊重自己的事业 也很在意父亲多年经营的企业形象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富二代的身份无法选择 但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可以主导的 虽然姚安娜在电影中的这次表演成果 并不被大家认可 但相信她之后会有更大的突破 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剧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看看